看我们的早餐 你说吃晚饭是下午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起来也得要吃一吃 这就是昨天看到我老公把它弄成一张纸的面包 就是这个 我们吃的鸡蛋 我老公喜欢吃这种 就是德国的熏肉 黑森林的熏肉 软软的 我是不吃因为烟熏的 大家周六好 我是方姐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名字叫什么呢 叫方姐的中德婚姻生活 为什么叫中德 因为我是中国人 我们家先生他是德国人 所以呢 就是讲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可能呢 没有像你们所看的电影那样子 那么刺激 都是平平淡淡的嘛 过日子哪有那么多的每天的惊喜呀 开心啊 对吧 幸福是慢慢品出来的 现在就是我们在享受我们的早餐 看现在切面包了 看 大家有想学这个面包的话 在我前一个多月前的视频里头有的 然后呢 昨天又更生了一下子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他在发酵的那个过程当中就是在烤之前是怎么和面的就是把面团怎么发酵起来的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揉 就是像我老公的样子他发的一些呢新的方法就是把那个拉出来跟紫一样的 那是最好的让他更有弹性 然后更 更有嚼劲 还有松软 还有比较那种保湿的那种湿湿的软软的 这样子面包 很软吧 他这种他不像那种就是干巴巴没有那种弹性的那种 就是像有的时候你从面包房买过来的面包或者是超市里头买过来的 他呢也会很松软 但是呢他那种弹性跟这种弹性不一样 他的一种干干的那种就是松软 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有就是有筋道嘛 看今天的天气是不是很好 看好像就知道我今天要有聚会 所以给我们一个好天气 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家的拿破仑去烘吧 去买一点花 我的那个黄瓜再不再出去就要坏了 因为他必须要爬杆了 所以呢我们今天去超市就是那种像欧贝德那种的去买爬杆的东西 给他弄起来 我老公想整好看一点 所以呢提前去 不然的话明天他也不上班 你说超市不上班 后天也不上班 没时间啊 看看看看堵车了 这么好的天气堵车 你说我赶时间呢 两点钟家里客人就来了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 这个就是看到的那个花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家没有地方让它爬起来 看长大的就这样子 还挺好看的呢 下次我知道了 原来很多好买的 看看我只是想把我的黄瓜种到外头去 我老公就买了这一车的东西 这一个片12块就13块钱 一个13欧一个买了9个 我说我的个妈 我这个黄瓜值老钱了 黄金瓜 妈呀晕死了 我就为了把那个黄瓜接出去 你看花了174块9毛9 就175欧 你说多少个黄瓜 我得10年的黄瓜吧 不止20年的黄瓜 妈呀 这真的是太疯狂 早知道这样子 我就种草好了 看我现在已经回来了 我在准备开始烧这个红烧猪蹄了 我老公在外头已经开始割草坪了 同事们马上等会过来 在忙碌当中 这个牛肉放进锅里头煮 现在开始准备起锅烧油 把这个猪蹄炖上 看这个猪蹄昨天烤了水 使得干干净净 先给它炒个香 然后等会放老抽生抽红糖 不放红糖就放白糖 同事们到了 你看我这个主人在这闲着人 忙去了 忙得不易露 东北好男人 来说一个你好吗 你好吗 有人炒得像吗 我这干嘛呀 这混戒了 你看我 反正大家见我都见惯了素颜 我要画个穿你们不认识我呢 我怕你们反应就是感觉有点不自在 没事 我没头已经在你家了 不知道是你不行 我通了马甲当然认识 关键是我穿着羽绒服不是马甲 你看在后面 后的可好了 东北人擀脚皮可厉害了 最后我家没有那种擀面杖 一个手擀的那种 我家是德国的这种擀面杖可大了 我不用了 看他调饺子馅 他说肉馅是单独调的 我不知道 我是肉馅和菜的一起混在一起的 他说怪不得我抱的饺子不好吃 再放五香粉 不错不错 我估计这是录下来跟叫床吗 给大家看看 东北男人都会包饺子 就为了这个下次我家得买一个那种东北人用的擀面杖 看现在你看这个他弄这个面团好像是比我做的好看 这是怎么回事 看看这个饺子两个人包的 你看他包的这个有点像变变子 那个叫麦翠 麦翠有点像麻花 还包的挺快的 看看我的凉拌牛肉 看客人几乎都到了 我们的晚餐要准备开始了 看看那边一个小朋友在学习 你看 在德国长大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看我们马上准备吃饭了 我们现在开始要准备下饺子了 其他菜都好了 就等着饺子了 这位大厨今天包的饺子可好了 给大家看看 你看人家包的饺子 要分两锅 一锅的话可能会多 所以我们分两锅煮 下饺子了 饺子下起来 下起来 大锤 看这个鸡爪子 是我们刚才那个大厨带过来的 我老公看见下饺子了 红烧排骨 红烧排骨 你还说吗 这是习惠口 是习惠口 对 对 对 你会讲到我这个 猪头了 看这个鸡爪子 我老公不吃 等会再煮 先吃 吃饺子出锅了 看这个漂亮吗 我老公说这个鸡爪子好吃吗 好吃吗 非常好吃 这是他的调料 我们开始喝白鸡爪子了 第二锅饺子又开始了 我们太能吃了 看 又是同样的大厨 大厨人要比个叶 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又来了 他又不吃饭 就喝了点汤 在台湾说我做饭 咸 叫做 锅饭 不吃饭 刚把同事和他们都走了 都回去了 我现在回家收拾收拾 提了好多水果过来 吃的 还有红酒 这么客气 我都说了 啥都不要带 他们就是这么热情 咱中国人就这样吗 是不是 他们都走了之后 你看带了两个大西瓜 我还要挨个的来 打扫一下 看 擦这个 慢慢清洗 现在阿姨 同事们带了两个西瓜 我老公睡着了 所以我决定开一个西瓜吃吃 这个西瓜还挺不错的 你看 红得不得了 渴了 我口渴 哎呀 尝一尝 看甜不甜 嗯 刚才同事们都已经回家了 今天带小孩的那个以前是我同事 他呢 他老公他们都在自己在德国开公司的 他现在上了二胎嘛 小孩才一岁多 然后呢 他就在家带孩子 然后另外的以前就是都跟我 就现在还有都是同事嘛 就是今天那个女孩子 戴眼镜的小小的 穿个黑色的 黏衣的那种裙子的 他今天就是他要回国 所以呢 他6月1号到法兰克福去飞 2号走人 所以呢 也正同事三年了 我说正好一起去个餐嘛 也挺好的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刚才就是干 大家都给我发信息了 说谢谢 我说有啥谢的 哎呦我的天哪 同事们聚一聚玩一玩 挺好的 本来就是在异国他乡 大家都要相互帮忙嘛 看见一个中国人就像见到亲人一样的 虽然我们不是同一个城市 也不是一个省的 但是呢 是一个国的 都是中国母亲的怀抱的孩子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的话 大家中国人还是挺帮着自己的 也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挺团结的 在外嘛 那肯定都是一字对外嘛 对吧 我们要抱得紧紧的 今天还挺开心的 就是时间有点短 哎呀 他们再多坐一会儿就好了 他们要能多喝点酒也好啊 嗯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了 我老公已经睡着了 我等会儿已经收拾的差不多 我再吃点西瓜 我也等会儿呢 看看电视 我也睡觉 明天呢 要把我家的黄瓜 今天不是去花了100多块钱 买了那个东西吗 明天把黄瓜移栽到外头去 气温现在也不会再冷了 所以呢 就是赶紧把它移出去 下个星期六的话 我们要出去旅游了 嗯 我们要想打算到意大利的 弗罗伦萨和 呃 披萨 这两个地方去玩 我老公说 一直都没去嘛 去年就打算去的 结果疫情期间就去不了 今年呢 现在他们那边 一大利都开了 所以我们就打算去 哎呀 他有假期嘛 再还有就是一个 我们结婚的时候 人家送的我们那种卡 就可以订酒店的 呃 五星级的酒店什么的 都可以订的 呃 去年也打算订了 结果呢 这个因为疫情嘛 就取消掉了 今年再不用的话 到九月份就过期了 所以呢 也将近300块钱呢 这钱不是钱了 对吧 能省一分 试一分 所以我老公说 趁早给他用了 不要再拖 不要到时候 疫情又严重起来了 又去又去不了 也是浪费 对吧 浪费就是犯罪 所以决定去一下 再说那两个地方 我也没去过 也想去看一看 也憋了这么长时间 在国内了 也没有出去溜达溜达 散散心 赚钱必然重要 但是心情也很重要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如果你们喜欢我就订阅我吧 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 二婚的中国女人 嫁给一个德国的老公的日子 过得怎么样 哎呀 这个刀掉下来了 就是过得平平淡淡 没有什么大喜大悲 日子都是自己过出来的 对吧 婚姻怎么经营 取决于你自己 好了 咱们明天见 拜拜